今天哪些的股票还有金牛年红包行情呢 请问资深专家胡玉堂老师 玉堂早安 我如给投资朋友大家早 好 玉堂台股 哇 昨天表现好强劲 金牛开红盘第一天就狂涨500多点了 这股的猛牛这个力道还有没有 或者说接下来就是个股表现了呢 原来上当然指数的部分既然是创历史高 当然顺势而为的角度来看 外资也回补 新台币的汇率还是走深 那我觉得当然在多头的一个趋势上 不预设高点 我认为应该都还有一个金金涨的格局 但是我认为在这个时间点来讲 个股的一些空间聚焦在基本面 尤其刚刚我如最终到营收表现好的公司 应该更是会是未来的主流 因为昨天的大涨 我觉得几乎是全数的从传产到电子类 很多个股都是上涨 但是能够有续航力的个股 我觉得最终可能还是要看营收 甚至是未来的一个产业面的一个表现 所以第一个来讲 我倒觉得在营收成长的部分 有些比较落后性的个股 好像是昨天蛮抢眼的 像是3711的日月光投扣 在过年期间它的ADR是大涨的 再加上在未来的接单表现性上 应该是不错 尤其是这个Apple Watch 在过年期间 应该是前两天颁布了一个新的专利 这个血糖量测的一个非侵入式的一个专利 有可能在下一世代的Apple Watch S7的一个部分将要纳入 那日月光投控本来就是这个 Apple Watch SIP封装的主力供应商 那最近外资也是连续三天的买超 股价创波段高 当然它距离50均线正外力比较高 不过你可以发现到 这个就是反映未来的所谓的一个业绩的题材表现 那当然作为这个Apple Watch感测器的独家供应商的2340的光磊 我认为未来的一个受惠空间也值得想象 那以圆月营收来看 光磊表现也不错 6.08亿元的成绩是月年同征 分别是增了58.6%跟50.4% 加上过去这10个交易日 2340的光磊外资已经加码了12764张 那目前的一个日线的均线架构 我觉得是处在低档杆转强 因为5日10日跟月线 这个地方有纠结翻扬的一个味道 那顺着刚刚谈到的这个Apple Watch的新功能 这个飞侵入式的一个写商量测 这个可能对未来的一个健康的一个量测商机 会带来蛮大庞大的营收 尤其感测器的一个需求数量 应该会比过去还会有倍增 所以以2340光磊来看 我倒觉得这种营收成长 未接还在低档的个股 应该就有补涨的空间 好的确现在光磊 其实他现股的参考是大涨 好那么股票期货的报价 也来到26块4元 涨幅有1%以上 1月营收是双成长的 我们再跟大家报告 1月营收双成长的公司 还有哪些 我们团队有一个资料 1月营收双成长的公司 像是青云 励志望九 华讯 第一桶 世新 金鼎 台盛科 家邦都是在1月营收双成长的公司 好那么1月营收完全的放榜 的确最近有一些亮点 例如像是3661的世新 2009第一桶 现在的现股市挫都拉到涨停板的数字了 这个是目前现股市挫的个股 那天狱还有莲涌 目前的现股市挫也拉到涨停板 因为1月营收是历史的新高 我们看到3711的日月光 现在现股的市挫价已经拉到涨停板 127.5元 所以就像刚刚玉堂提到 封测的部分 接单持续的成长 现在现股市挫直接拉到涨停了 那股票期货的报价涨幅也有3%以上的幅度 这个是封测的部分 那同时间我们来观察像超峰 2441的超峰 现在现股市挫也直接拉到涨停板的数字 玉堂现在真的很多现股市挫涨停 像莲永天狱市挫价都涨停 待会真的可以看到涨停的数字吗 好当然我觉得在因为目前市挫的一个部分 可能要越接近9点开盘可能才更准确 不过这几家公司都是源越营收创高 而且在业绩的一个接单展望性都很好 尤其IC设计这一波又有所谓的一个向上比较效应 从联发科昨天一度登上这个千元世卫数字后 会让很多获利好的IC设计公司 是不是有机会同步向上反应 因为莲永驱动IC的部分供不应求报价勘涨 那我倒认为在IC设计当中你还是可以去挑选有一些本益比甚至是说 位阶还在低档的 类似像是做这个驱动风扇IC电源管理IC的6138的茂达 茂达元月营收5.5亿 年增32.7%也是创下历史新高 但是以茂达来看 过去这段时间的涨幅 我倒觉得落后许多IC设计个股许多 它是到昨天股价才突破季线的反压 但是你以它的一个去年EPS来推估 应该赚6块钱不成问题 所以现在的本益比大概只有14-15倍 而且它驱动风扇IC的一个部分 风扇驱动IC的部分是打入了三大游戏大厂 那电源管理IC的部分 也是跟Intel有密切的合作 所以我觉得类似像6138茂达这一种 同样是在IC设计股族群里面 获利很好 但是本益比未接还在低档的公司 或许在这一波来讲 就有机会跟着整个IC设计族群 往上去做一个电稿 所以现在IC设计已经有好多的股票 是现股试错拉到涨停板的数字了 我们例如像是联永 天狱 世新 还有超风 现股试错都直接拉到涨停哦 那么同时间我们留意到 例如像是集团股票 像是华邦店 华新科 现在股票期货也同样呈现着上扬的情形了 那今天会不会还是有很多个股火种存在 那么新春开红盘到元宵节 到底有没有哪些股票持续有拉到涨停板红盘的机会 大家都很好奇哦 但是台指期现在是不是火力 有一点稍微的变少 所以今天要不要留意个股的涨跌互件 待会问专家 其实现在的台指期还是接近历史的新高 哇 这个台股在牛年表现还是有先延续了 金属年的好动向 金属年涨3000多点 台指期昨天也往上的飙涨了 那么来看到就是说在今年的动向 等于说第一个 台湾刚公布一月的营收相当好 一月的出口继续的创新高 为什么 因为台湾是接货转单的国家 台湾有制造的能力 那么现在转单效应会不会继续呢 为什么 美国最近德州有暴风雪 很多的生产线停摆 像车用晶片 或者像韩国三星的低润记忆体一度的停摆 那日本在台湾过年期间 日本又发生7.3的强震 让一些被动原件公司或印刷电路板公司 也部分生产线的停摆 如果说天佑台湾 哇 这个订单会不会转给台湾 我们继续就要问玉堂老师 其实在过去这一年 中国跟美国互相的调高关税 当时台湾就获得了转订单 例如IC设计等公司 那现在如果因为这个大自然的变化 会不会让台湾继续获得转单的机会呢 像车用晶片大厂恩智浦 在美国的德州暴风雪 也让生产线一度停摆 那请问玉堂 那会不会原本新年前就已经说的 车用晶片吃紧 现在会不会更吃紧 还是有酝酿爆价上涨的机会吗 没有错 这个涨价的趋势看起来是更加明确 甚至空间更大 那真的是有点这个所谓的一个意外的干扰 让整个车用晶片的趋势 或是雪上加霜 所以第一个当然对直接受惠的就是台湾的第一个台积电的一个部分 因为在技术上甚至过去的接当 过去这些车用晶片大厂就是他的客户 那过去因为来不及下当 今年才要补下当的情况之下 目前看起来整个港工的一个状况 还是相当吃紧 所以台积电的一个领厂 甚至是未来的扩厂接当的部分 第一个台积电周边的供应链 我觉得长线上我还是看好 因为台积电今年在资本支出的一个部分 还在持续增加 所以极党指标性的公司 当然比较高价一点的 像是3680的加登 因为在EUV的一个光照盒的部分 也是比较独家的一个供应厂商 所以他在过去这几年的获利 从我们两年前追踪以来 那时候股价只有三四十块 现在已经是三百多块的高价股 所以相关的供应 一旦你能够吃到台积电的订单 我倒认为未来的营运状况 是可以乐观期待 当然像6196的盘旋 也是Xmore相关的 所谓在EUV设备的一个合作伙伴之一 目前的一个接当性的一个部分 我觉得能见度也相当不错 短线上股价回测到 季线这个支撑附近左右 可以去做一个留意 再来就是1785的光阳科 因为光阳科在去年 拿到这个台积电 这个循环靶材的一个 独家的一个供应商的认证之后 对于他未来的接当 尤其在台积电这种 5奈米3奈米先进制程的部分 长线都看好 尤其这种所谓贵金属 或者是稀有金属的一个部分 报价都是看涨的 甚至在未来封测面板终端的运用 对于这些靶材的一个需求 更是有真无减 所以光阳科的股价 目前看起来 位阶还算是相对低 而且云月营收也不错 创了将近快5年来的单月新高 这个部分来讲 我认为都是在这个 所谓转单效应之下 台湾半导体带出的 相关供应链能够收回的 好 那么因为最近 恩智浦 他在美国的德州 也因为暴风雪被迫停电 停电就看不到 不能够生产嘛 所以刚刚恩智浦 NXP已经通知客户说 在美国的德州 奥斯丁工厂 有两座暂时的停摆 可能会让供给面 暂时的中断哦 好 这个是车子晶片 台湾概念股票 刚刚预讨有告诉大家了 那其实像是联电 台积电 世界都是做车用晶片 那甚至IC设计 连永天狱 也都是车子的驱动IC哦 另外一个就是 低润记忆体 因为韩国的三星 还有英飞林 在美国德州 遇到暴风雪 也受到了影响 那现在台湾的 低润记忆体 例如像是 2337的望虹 还有像是 华邦店跟威刚 现在股票期货涨幅 也都有 1%以上的幅度 报告给大家 这个威刚董事长 陈立白 也乐观看好 今年的业绩发展哦 那阳明海运董事长 也看好今年的业绩 1月营收 2609 阳明海运的营收 也冲上了历史新高 目前开盘也呈现着 反映业绩上扬的力道 目前阳明24块2元 大盘涨16点 现在是16378 等于说今天 台积电的股价 是比较观望的气氛 回跌了1块 来到662 但是呢 成交量最大的 阳明和长荣 今天是有出现了 补涨的力道 长荣有37块3元的数字 那同时间 有延续昨天涨的 就是3711的日月光 日月光目前 117块的价格 那么这个是昨天外资买6000多张之后 今天会不会再接再厉买进呢 2344华邦店 是不是受惠于美国德州暴风雪 影响到三星在美国的工厂 供给的吃锦线 带动台湾低润股票 有没有转单的机会 华邦店目前29块7 旺红现在是42块35元的价位 那同时间 这个3260的微钢 低润模组的微钢 也是有上扬的情形哦 那另外就是延续了 昨天就已经上扬的股票 8070的长华 长华现在是36块35元 股价又改写 波段的新高数字了 那么2399的印太 也是开涨来到18块85元 3006金豪科 1909的荣城纸业 2492华兴科 现在股价也都有上扬 所以有一些原物料在动哦 像是中钢上个月 一天赚1亿 现在24块25元 1309台达化 现在股价也出现了 往上的电高 原物料今天表现还是很强哦 那么今天虽然台积电 股价整理观望 小跌了两块钱 但是呢 2308台达电 今天的股价是有出现了 撑盘的力道来到307了 所以目前等于说 个股涨跌互建 那开盘前 玉堂就告诉我们的重要指标 的确玉堂今天早上呢 留意到了像是封测股票 有一些亮点低润记忆体 车用晶片都有亮点 是不是就是说这个地方就不要太 这个担心大盘的波动 个别股票继续赚红包行情呢 没有错指数毕竟还是要休息嘛 昨天涨了这么多 那我倒觉得是说个股就像我们刚刚聊到的 你产业趋势好的一个公司 原则上我觉得心态上还是可以偏多 那第一个角度来讲 我们先从营收的部分 航运这一块我觉得中长期的展望性都不错 当然市场上一开始先聚焦的是这个货柜航运的一个部分 那货柜航运像昨天拉尾盘的像是阳明啊 长龙的一个部分 因为他们年前是先做一个修正 所以反映出来原月营收成长 而且货柜的航运的一个涨价 目前看起来我觉得都还有空间 所以HG线都 这个月线都已经突破 但我昨天的连线我也谈到 目前的整体的操作形态是可以偏多 那当然下一块就要轮到什么 散装航运 散装航运在昨天啊 是暴涨了将近17%之多 尤其我们过去也聊到嘛 整个原物料的一个走生的趋势啊 它是可以乐观期待的 不管是所谓的大宗物资 或者是这种铁矿沙所带动的BDI的上涨 我倒觉得下一波市场上的资金啊 就会聚焦在散装航运 那散装航运里头 以目前位阶甚至是说这种价值的角度来看 比较被低估的 类似像是2605的新星 因为第一个你以新星的一个获利角度来看 去年已经开始赚钱了 然后毛利率也不错 从去年沿路拉升之后 从个位数的毛利率大概 去年第一季只有8.8% 到去年第三季 2605的新星 毛利率已经来到将近快要25%之多 最关键也是 我觉得为什么他要委屈啊 他的股仅比真的蛮低的 以新星来看 他的净值有接近到26块啊 结果现在来讲 他的一个这个 我们讲这个股仅比 这个现在的股价大概19块 股仅比大概就0.7到0.8倍左右 然后刚好他的股价在今年元月份 你从日线架构来看 是先经过修正整理 但是你去想啊 他的修正整理不是外资卖的 是融资卖的 反而外资在过去 从今年1月到现在啊 已经买了1万多张 所以以新星来看呢 我们倒觉得 从BDI的一个指数大涨之后 像是2606的育民 育民目前也涨了将近快要6%之多 它也是站上了这个突破了季线反压 那以育民来讲 过去也算是散装航运当中 获利比较指标性的个股 所以第一个我会觉得 在整个传产类航运这一块 从货柜航运慢慢的资金 会转到散装航运的机会 应该是相当浓厚 好所以今天早上的确有看到了 来自于原物料的族群 是往上涨的 这个航运股票今天表现相当的整齐上扬 那一方面波罗的嗨指数 昨天一天就涨17% 那今天散装轮 2605新兴航运 域名航运 今天的试错才有现股的参考价 都有呈现上扬 那阳明海运 现在是台湾成交量第一名的 来到24块55 1月营收是历史高 2615的万海航运 1月的营收也刚公布 是历史高都是推升的焦点 那来看到电子的量比重 目前占大盘是77% 所以电子还是交投量比较大 有涨有跌 今天有量有价的电子 我们报告大家 像是2337的旺红 现在43块3元的价格了 那以及呢 硬太 现在2399的硬太 目前股价是18块7 先冲上一个半月的新高 雅光是布局车用镜头 现在83元的价位 3545的敦太 今天也是有量有价 有一个V字型的上扬 那么2308台达电 今天就是最稳定盘面的重点 或许有人企图想要用台达电称指数了 那今天到底哪些股票 还有追价的空间呢 请问玉堂 刚刚我们提到这六档的电子股 你的看法呢 好 第一个在NoFresh的部分 其实万宏华邦电 我觉得在目前市场上 尤其外资的看法 当然多空分歧 不过整体来讲 大家对于整体记忆体的试况 看起来是比较偏于乐观的 因为在整个零组件的部分 不仅记忆体 像被动元件涨价的趋势 市场上比较有共识 所以短线上来讲 我觉得豪邦电跟望宏的一个部分 原本上我觉得是可以比较正面去期待 那雅光的部分 当然今天有这个消息传出来 在车用的营收占比有机会提高 所以说雅光的部分 我倒觉得在这一波光学镜头领涨的 是先从去年的4976的加铃 因为加铃过去也是主攻 车用这一块 雅光当然也是 只是说它营收的占比 如果说能够再提高的话 市场会给它更高的评价 因为今天新闻常出来 它车载镜头的出货 是看好的 所以有反应这样 比较低低级的一个补涨效果 那另外像是这个2308的台糖店 本来就是这个蛮基优稳健的一家公司 那整体的一个基本面的营收获利 表现出来也不错 所以股价上我觉得还是维持在一个多方架构 那敦泰的一个部分 就跟我们盘前所谈到的 IC设计这整个族群的向上比较带动 尤其在驱动IC这一块 更是去年的亮点所在 天狱 莲勇 跟敦泰 这个驱动IC的三雄 去年的营收获利 来到今年 还是维持强很强 所以说以位阶长幅来看 看起来还落后一点 因为天狱去年三十几块 涨到快两百块了 涨到快七倍 莲勇股价创高 所以敦泰的部分 当然是过去公司有表示 可能手机营收稍微会有点下滑 所以股价有点压抑 不过我倒觉得 整个市场上的趋势 驱动IC这一块还是好的 那早上我们有提到的 类似像6138的茂打 也算是比较低本一笔的公司 应该也有机会去跟随整个IC设计 往上垫高 好 IC设计今天变成说 有一点涨跌互见 那当然有一些股票是继续涨 因为会不会有营收的加持 那包含像是天狱 营收是历史高 目前2022 其实记得一年前 这个玉堂就跟我们介绍 天狱这一档的标的 果然哇 这个一年来 这股价强劲的表现了 从2020涨到2021了 营收是历史高的 那同时间呢 今天早上我们看到有一个立望 现在也往上的拉高 也是上个月的营收历史高的哦 目前868的价格了 今天呢 立望的股价也冲上了历史的新高数字 那么3545的敦泰 最近则是有一个V字型的上扬 投信法人哦 最近的投信基金 有在买进3545的敦泰 那么2337的望宏 刚刚呢 是有过了昨天的黑棒位置店 昨天望宏开高走低 那今天早上一度的过了昨天的盘中高点 那是不是有一个换手成功 请问玉塔 望宏会不会昨天早上去有人卖 那是昨天要卖的人已经卖的差不多吗 当然我觉得在昨天的收的这个黑K 是有点见钱高的一些获利卖压 那目前来讲 我觉得它是属于在这个地方 维持比较强势的震荡整理格局 所谓强势因为第一个它在 五日均线的架构之上 那刚好前高是469 那景线的位置 差不多也可以抓在445到469这个区间 因为大部分是一月份跟接近一月中 前两波的高点都没办法越过 所以接近这个地方 我觉得它似乎是有点压力的存在 那当然转强的关键 我觉得大概就是在刚刚谈到的 445到469这个区间 它能够突破站稳的话 那技术面上会比较倾向于偏多解读 那记忆体的部分 那当然旺宏华班店 我觉得走势算一步一区 那上游的部分 其实像是记忆体IC的部分 像3006的金豪科 我倒觉得目前的技术面 更为强势 因为刚好它公布出来的圆月营收 在昨天已经先反映了 因为年增率67.57% 是创下新高的成绩 所以金豪科昨天也一度增量的 公道涨停 那刚好又技术面接近前高 70.6元这附近 所以短线上有一些个股 在近期做一个 公高反弹的过程当中 接近前高附近的位置 投资人在操作上 或许可以留意 因为有时候个股会有一些震荡 或者你手上持股多的 你也可以做部分的一些 获利性上的一个减码 我倒觉得 因为毕竟目前来说 台北股市的一个 说走趋势走多的族群很多 有一些涨多的 你可以先行做减码 或者你可以转到 我们刚刚聊到的 比如说航运类的部分 货柜航运 好 修正过后的一个补涨 或者像散装航运 基期相对低档的一个部分 类似像是2606的域名 2605的新兴 也许今年的获利 它会有比较大幅度的好转 所以我倒觉得 低基期 有业基勤态性的个股 股价的续航力 我倒觉得 在金牛年的部分 我会更乐观期待 所以玉堂 因为航运一方面 也要在运送铁矿沙 中钢上个月的业绩 表现相当好 中钢上个月平均 一天赚1亿元 算每一股的话 中钢公司上个月 每一股 赚的钱0.23元 赢过了去年 一整年赚的钱 一个月赚赢12个月 中钢股本很大 那会不会可以投资 中钢的子弟兵 2014中红钢铁呢 好 没有错 当然可以 我觉得这个逻辑的角度 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那因为刚刚谈到 中钢股本比较大 但是获利的反应在股价上 也许有时候会慢了一点 那像刚刚韦如谈到的 像是这个 2014中红的一个部分 其实我倒觉得 在低股 就是说这种 所谓的低股价的 一个情况之下 就有机会去反映 它该有的获利水准 尤其我们去观察外资 其实跟韦如刚刚谈到的 有异曲同工资 外资也在做这样的动作 你知道 其实在中红的部分 其实一月初股价是在18.85元 然后封关前期 股价是一度跌到季线 大约在13块14块附近 但是如果下面可以放 外资的一个买卖潮 其实看得很清楚 外资其实过去这一个多月来 是沿路去加码 2014的中红 持股的一个比重 从原本8万多张 一度增加到11万张多 有点外资过去这一个月 买了快两三万张 所以以2014的中红来看 今年的一个获利 我相信也会有呈现 比较大幅度的爆发 尤其跟随母公司的中纲 我们讲这个植乙母贵 雨露军章 再加上美国的钢铁股 最近的表现也相当不错 所以国际的联动性 再加上刚刚谈到的 跟散装航运铁矿商 铁矿城的报价 其实联动在一起的 原物料的行情 在今年相对不错 加上刚刚谈到2014中红 也是属于这种同班股 股票股价只有十几块的个股 原则上在这种多头行情之下 它们的第一个抗跌性会够 而且一旦获利有转积的情况之下 那种股价只有十几块 往往有时候会呈现 比较大幅度的一个暴涨 好所以今天原物料族群 是不是有一个补涨的机会 因为这个年前比较没有动 现在也站起来动一动了 中红钢铁15元的价格 我们来看2009低铜还一度的 拉到涨停板的数字 这个低铜在上个月 董事会还选了新的董事长 哇今天股价还是有新气象 那整个钢铁股票到目前为止的表现 低铜 微制钢铁 中红等等 哇现在都是大涨的数字 带动了2023的叶辉 现在也买单的上扬 好 补涨股在钢铁 那么还有包含了速化股票 现在1310的台本也有买盘的上扬 因为早上1309的台达化 已经直接的带量往上了 台达化现在的成交量 接近昨天一整天的成交量 所以请问玉堂 台达化今天会不会是个速化的指标 如果台达化这个碗形底 真的完成的话 现在速化股还有没有追价的空间 好 我觉得会有 也许昨天在盘中的一个连线分析也有谈到 因为昨天市场比较聚焦在大型的台达市保 那我们也讲到嘛 那油价的一个公高来到六字头之后 速化今年的景气啊 我相信应该比去年好应该没有问题 所以二线速化的部分 刚刚韦汝谈到台达化 也是元月份啊 创高之后先修正 而且这个碗形底达得很漂亮 而且今天这一根补量 是用一个跳空开高的方式啊 去越过季线的一个反压 所以在整个二线速化的一个部分 我觉得台达化或者像是台距 1304的台距 亚距的一个部分啊 目前形态的架构 都有点走出的先前一月 一月初到一月中那一波下跌的一个 所谓的一个比较弱势的一个走势 已经有一个V转的一个味道 再加上我们昨天还有聊到的 类似像这个仿线上游原料的 1314的中石化 中石化昨天也公道长停板 你看中石化昨天现行架构也很美 也是一月份先修正 昨天那一根红棒 突破了季线的反压 今天目前的一个架构来看 看起来还有在走高的机会 尤其在整个跟油价相关联动的 硕化类的一个部分啊 在去年以来是大概从地上第四季 才开始有表现 那目前顺着整个油价的一个走升趋势 我觉得看起来是还有空间 所以我觉得在硕化类股来看 还是可以比较偏多去做一个期待 好那所以今天早上的确看到 很多的塑化股或者是航运 钢铁甚至造纸股 现在也动了1907的永丰鱼 现在是股价上扬到26块45 1906的宝龙 还有1905的华纸 现在也有点火的买盘 1909的融成纸业 现在也是上扬 据说最近纸箱也很这个抢手 大家运送要透过纸箱的运送了 造纸还有钢铁像 现在中钢也来到今天新高价位 那么瞬间原物料在动的时候 电子的量比重情况如何 目前电子比重还是有75%左右 但变成说涨跌互件 现在车用镜头4976的加铃有在变高 那请问玉堂刚刚亚光打开涨停 为什么资金有跑到加铃的部分吗 好应该这么讲 我觉得加铃算是在车用镜头目前市场上 算是最具共事的一家 因为它算是龙头领长股 因为在相关的光达的一些产品的部分 都有机会打入到一线车厂 所以我觉得以加铃来看 目前的形态架构 维持在一个多方有成的情况之下 当然亚光的部分 我觉得后续性上来讲 就要看它整体的营收获利表现 是不是能够跟上来 因为它当然布局车用镜头需求 运营收我觉得表现上来看 也算是符合市场预期 年增54%的成绩 毕竟因为今天直接跳空开高 短线上底部的一些获利的一个卖压 甚至在前波的解套卖压 相对比较重 我觉得短线上会有震荡 当然其他的这些玻璃镜头 尤其供车用也比较积极的 类似像是6209的金国光 最近的一个技术面的加工 看起来已经股价 已经站上所有均线之上了 然后五日十日月线季线 差不多就纠结在这个位置 因为毕竟以金国光来讲 在相关的这个车用产品的部分 它是跟Magna合作 那Magna目前在不管是全球的汽车供应链 甚至跟Apple Car的部分 先前也传出来 也会有比较密切的合作 所以我觉得车用镜头 在目前来讲 相对于手机镜头的部分 它的成长性更是令人期待 好 今天车用镜头是发动 因为亚光说今年的业绩会持续的畅旺 那亚光今天带亮的震荡 不过还是保持在盘上 今天亚光是有亮的 那么刚刚带动了4976的嘉玲 也是车用镜头 嘉玲其实在去年的第三季 已经是油亏转盈了 今天股价也有上扬的情况 今天也来跟大家报告 目前以市价的参考来说 像是在2465的立台 5386的青云 现在的这个价格 都有呈现了上扬的情形 只不过呢 昨天涨上来的2376技嘉 今天就有观望的气氛 那继续要问玉堂 是不是有一些股票 遇到了涨多之后的获利卖压 例如4915的智深 智深现在是一个创高之后的拉回 因为昨天它还创一年的新高 那现在有点观望 那3264的新权也是 昨天3264新权的股价是历史高 哇这个历史高 但是外资昨天把股票换钞票之后 现在新权就有一点震荡 而联电呢 这个目前回测 可是没有跌破昨天的多方缺口 而广宇 昨天其实是被投信调节 现在也是这个平盘附近的观望 彩晶目前的股价是回测 但是呢 这个等于说月线 暂时又有守住的状态 也没有跌破在2月3号的红磅 现在涨多遇到的卖压 你觉得这个卖压会重吗 刚刚广宇又有一些承接的买盘了 我觉得这几两公司 我分不同的角度来看 以广宇来讲 我可能会比较保守一点 因为同样是在先前见到相对高之后 股价已经走落 那目前5日10日月线纠结在这个位置 股价看起来有跌破月线支撑的一个味道 就是我们在画面上看到白色的这条线 那如果这个地方是带量失守 然后如果三天内占不回的话 那技术面上会稍微比较偏空去做一些解读 那同样是刚刚谈到 有点预前高压回的 类似像4915的智深 其实智深来讲 第一个法人的一个筹码 相对来说是很积极偏多 外资元月份开始买 投信是二月份开始买 尤其这昨天都同步站在买方 今天的压回 第一个 50线没有跌破 昨天红磅的低一点也没有失守 那我会比较倾向于说 就是涨多有点获利卖压 但是趋势面上它并没有转落 那另外像是这个封测的3264的新权 当然稍微要去留意 外资的一个连续三天的一个转卖 会不会对股价有所影响 因为投信是站在买方 一点内外资对作 所以以这种个股 我大概会以五日线作为参考 就是说比较短线的进出的话 如果五日线跌破 那它可能会面临比较短线上的一个整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